至于海外市场的部分 有业者表示日本、澳洲和纽西兰 都是国人近来留意的市场 就连伦敦的业者也特地跑来台湾 接受当地的事况 希望可以争取台湾人的青睐 不过海外不动产除了有获利机会 同样的也有风险 投资人还是要多评估 根据项数据统计 2013年购买英国伦敦不动产的 有72%是外国人 而光是亚太地区就占了29% 比本地人的28%还要高 国际乡中业者分析 伦敦的房地产已经成为 国际资金禁足的目标 而近年来受瞩目的海外市场 还有日本、澳洲、纽西兰 如果在亚洲 其实目前以台湾这边 看起来的客人首选的区域 还是以日本的热度是最高的 有一个比较新的市场 是很多目前台湾的买家 比较关注的市场 就是澳洲跟纽西兰 反观国内的房地产市场 受到政策面的因素影响 使得受瞩目的大型案件 交易量明显下滑 放眼海外的不只有商中业者 国内房仲业者新一房屋 董事会日前也通过 打算以新台币50亿元 投资大陆房地产 由于案件还在投审会申请阶段 新一房屋低调不愿意接受访问 但不难看出国内业者 进军大陆房产市场的浓厚意愿 经济日报图楼日安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